大家好,我叫方俊浩 今天我想和大家說個故事 相信大家對龜兔賽跑 這個故事一點都不陌生 但你們又知不知道 小兔輸了比賽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說個 新龜兔賽跑 小兔領略記 話說小兔上次龜兔賽跑 因為太驕傲低估了小烏龜而輸了比賽 自此之後大家都經常嘲笑他 小兔因為這樣經常躲在屋裡 不敢出門口見人 小兔只要一想起自己竟然輸了 給慢吞吞的小烏龜 就覺得好丁裂和不甘心 有一天熊貓村長宣布 村莊將會舉行一場接力比賽 邀請各位小動物一起參加 小兔心想機會終於來了 於是他就向小烏龜發出戰書 要和他再比賽一次 而小烏龜都接受小兔的挑戰 同時小馬和小豬都參加了這次比賽 比賽的一天終於來臨了 大家都非常期待和興奮 所有小動物都很準時到達 還準備得非常充足 在這個時候熊貓村長宣布 小烏龜和小豬一組 而小兔和小馬一組 小兔聽了之後 心想小肌頭腦這麼笨 而小烏龜拍得這麼慢吞吞 加上他們的身形 降嬌小 這次半軍一定是好 接著比賽就正式開始了 果然小馬一來就好像一支箭那麼快 向前跑 當小馬將接力棒就快傳到給小兔的時候 小豬還落後一大半 但小豬並沒有放棄 還好努力地往前衝 這個時候傲慢的小兔就跟小烏龜說 哈哈你這麼慢 這次半軍一定非我莫屬 小烏龜沒有理他 還不停大聲為小豬打氣 小豬加油 突然小馬不小心跌倒 連接力棒都跌在地上 小烏龜毫不猶疑地向後跑 扶起小馬還好關心問 小馬你怎麼樣 又沒有受傷 但小豬就撿起地上的接力棒 繼續向前跑 最後到沖線一刻 小動物們雖然見到是小兔 但都為他加油打氣 小兔沖線的一刻 覺得非常高興 但很快在下一秒 他的腦海就出現了小烏龜幫助自己隊友 小馬的畫面 他仿然大悟 知道自己做得實在太過分 應該要好好反省 當見到小烏龜到終點的時候 小兔馬上前把獎杯送給小烏龜 因為小兔知道今次雖然贏了比賽 但就輸了友誼和體育精神 從此小兔和小烏龜不但和好如初 還做了好朋友 誰都沒想到 因為一場比賽 小兔不但改革以前驕傲自滿的角色 還和小烏龜成為互相扶持的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再見